如果说还有什么比英伟大GPU更难求的 那就只有AI人才了 2024年4月初 Elon Musk在X上面感叹到 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大战 是他见过的最疯狂的人才战争 自从硅谷巨头们开启这轮 深层式AI的超级军备竞赛以来 为了争夺顶尖人才 马斯克 扎克伯格 还有Google的创始人布林 都纷纷亲自出马 这些身家千亿的大佬们 在X上面加薪 发邮件挖掘 亲自打电话留人 一个比一个努力 一个比一个卷 那如果说让大佬们亲自大打出手的 还是AI研究的领军人物 那么稍微资深一点的AI工程师 也在各方竞价下薪资猛涨 在硅谷甚至开始了一个传说 只要offer谈得好 AI人才百万美元年薪是行业标配 这是真的吗 我们这个视频就通过采访硅谷的 AI人才和资深HR 来尝试扒一扒各家AI公司的薪资信息 来看一看身价百万的AI打工人抢夺战 是不是真的如此激烈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硅谷101 我是陈倩 视频开头我们提到 马斯克都感慨说 AI人才大战是他建国的最疯狂的人才战争 而让马斯克都发出这种感叹的是 OpenAI一直在试图用高和薪资来发人 这包括特斯拉前机器学系科学家Ethan Knight 本来是计划跳槽OpenAI 但是被马斯克硬生生的给留住了 加薪并且内转去了马斯克旗下的XAI公司 那Ethan Knight并不是唯一被OpenAI尝试高薪挖掘的人才 而为了应对OpenAI一直在以巨额薪资大举挖人的举动 马斯克不得不在X上面公开掌心 他承诺说 要提高特斯拉人工智能工程团队的薪资 根据科技媒体的Information爆料 OpenAI在从谷歌挖资深研究员的时候 承诺年薪包括股票在内将在500万美元到1000万美元之间 那OpenAI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到处挖人的 它最大的追赶者之一 谷歌挖起人来同样不手软 The Information同时报道 Google的CEO Sander Pichai 亲自挖走了苹果的三名AI顶尖研究人员 就连苹果CEO Tim Cook 亲自试图说服他们留下来都没有成功 而对于想要离开谷歌的人才 CEO Pichai他自己搞不定的 还得想已经处于退休状态的谷歌创始人 佩奇和布林去寻求帮助 让希尔盖布林亲自出马去留人 那The Information的一篇报道就爆料 布林亲自给一名正在考虑离开谷歌 加入OpenAI的员工打电话 劝他留下来 而正是因为布林亲自打了电话 加上其他承诺和额外补偿 是说服了这名员工继续的留任 而这件事情甚至得到了谷歌官方的确认 当然亲自翘抢脚挖人这事 做得最熟练的还得是扎克伯格 那么为了让Mata的开源弹模型拉马 能够吸引到足够优秀的人才 扎克伯格还亲自写邮件 去给Google DeepMind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 来邀请他们加入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 告诉The Information 在扎克伯格亲自发送的邮件当中 他讲述了AI对Mata的重要性 并且表示希望他们加入Mata和他一起工作 并且创始人兼CEO的小扎都这么亲力亲为 Mata从公司层面也是一路大开绿灯 面试那是当然不需要的 只要这些人肯来职位就是你的 薪水更是好谈 完全也是打破了Mata他自己的定级范围 而且小扎还是非常懂这群顶尖技术人才的套路 光是给钱是不够的 还得有算力能够做出成果来 那么这才是这些顶尖人才最看重的事 所以扎克伯格在一位份就高调宣布了Mata 拥有大量英伟达H100芯片的库存 The Verge报道到2024年年底Mata将拥有超过34万张NVIDIA H100的GPU 而这无疑成为人工智能人才大战中宝贵的招聘武器 而这也会成为Mata巨大的吸引力之一 而根据Business Insider的报道 OpenAI的首席使用官Sam Altman也会亲自打电话去抢人 而这一招目前看确实是管用的 报道就显示不少通过了OpenAI的面试 但还在犹豫的人才在接到Sam Altman的电话之后 很快就接受了offer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 公司们这样互相的挖墙角 人才们这样跳来跳去都没有敬业协议的吗 在硅谷还真没有 为了鼓励人才的自由流动 硅谷所在的加州地区 在1872年就立法禁止了敬业协议 2023年更是进一步限制经验 在2024年2月14号之前 雇主必须向在职以及已经离职的员工提供个性化的书面通知 向其说明离职之后的任何禁业禁止条款都是无效的 否则将会遭受处罚 这个做法还被推广到了整个美国 而就在前阵子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宣布全美范围内 禁止所有的员工包括高级管理人员 签署新的禁业禁止协议 在这样宽松的法律框架下 使得本次AIGC的浪潮当中 谷歌、OpenEye还有Meta等大公司之间的人才流动非常的大 根据数据统计公司Life Data Technologies统计 OpenEye里面来自谷歌和DeepMind的团队的成员 占总流入比例的7.5% 远高于第二名的Stripe和第三名的Meta 而根据The Information的报道 自2022年12月到2023年2月之间 OpenEye已经雇佣了超过12名谷歌人工智能相关的员工 而至少有5名前谷歌研究人员在XGBT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呢 在这么激烈的AI人才抢夺战当中 要靠大佬亲自下场给大家画饼有没有 就在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开启了AI抢人大战之际呢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的国际上的科技公司 创始人们以及VC投资人们是纷纷来到硅谷 想要了解这边AI最前沿的科技进展 如果你也想来硅谷看看 给大家推荐Emeritus 伊瑞托斯举办的 硅谷AI创投研学之旅 活动为期7天 将带大家参访包括谷歌 微软 英伟达 苹果等等科技巨头 学习不同行业的AI应用 亲身感受到硅谷科技创新背后的文化氛围 同时这趟旅途还能与众多的硅谷大佬们近身交流 给大家对话大咖的机会 包括OpenAI的创始核心人物 硅谷AI研究院院长 硅谷创投教父 斯坦福设计学院创新教授等等 通过这些交流行程 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最前沿的AI发展 投资机会 也能够帮助大家链接人脉资源 除了这些科技企业 行程还会安排多项学术交流活动 带大家走进斯坦福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顶尖名校 这些科技人才的发源地 以及IT圣地计算机历史博博馆 来感受顶尖学府在硅谷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在整个行程中 主办方将安排数场硅谷华人圈的社交晚宴 或许留下的某张名片 就能带你建立有价值的人脉资源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看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链接 以及这条视频的置顶留言 来了解更多的详细信息 那么国际的科技巨头们是怎么来硅谷抢人才的 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坑 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待会会详细的讲到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目光先回到硅谷巨头们 是如何抢人才的 那说到底要吸引好的人才 资金充裕是前提条件 不然再画饼可能都没用 这其实让大公司在这一轮AI人才大战中 是吃尽了红利 那比如说实在挖不过来的人 我直接把初创企业给收购了 一锅端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办法呢 所以我们就来讲一讲硅谷巨头们的 更高段位挖人策略收购 或者叫变相收购 那么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2023年年底OpenAI董事会内斗的时候 Sam Altman一度就被炒了鱿鱼 那么当时微软立马就给Sam 提供了内部AI负责人的职位 之后更是大部分员工对Sam表忠心 愿意跟随Sam加入微软 那么那个时候 微软差点就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把几乎整个OpenAI的团队收入囊中 虽然后来这事又反转了Sam Altman 又回到了OpenAI 但是似乎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 微软随后是开启了 人才一锅端的更高段位的玩法 2024年4月 微软宣布成立Microsoft AI 整合微软的消费者AI工作 以及Copilot、Beam、Edge等等产品 而让人大感意外的是 明星AI模型出创公司 Inflation AI的联合创始人 Bustafa Suleiman 将担任这个新实体的首席执行官 直接向微软CEO 纳达拉汇报 而Inflation AI的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 Karen Samoyan 担任Microsoft AI的首席科学家 此外还有70名 Inflation AI员工中的大部分员工 跟随两位联合创始人一起加入 看到这里大家都懵了 这是个啥意思 要知道就在微软公告的9个月前 Inflation AI刚完成了一轮13亿美元的融资 估值是突破了40亿美元 那这么快两名创始人就带着员工们跑路了 那这是几个意思呢 来我们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微软向Inflation AI支付了6.5亿美元 达成了一项协议 其中的6.2亿美元是获得授权和使用Inflation的AI模型 而剩下的3000万美元是让微软获得在Inflation公司处大规模招聘的合法权利 那要注意的一点是这项协议不是收购 微软之前虽然是Inflation AI的主要投资人 但是这比6.5亿美元的协议不涉及新的战股 也不涉及技术转让 主要就是为了霸人 Inflation AI的两位联合创始人 是如今任何一家科技巨头都求贤若渴的顶级人才 其中Mustafa Suleiman是AI元老级大神 是人工智能实验室DeepMind的创始人之一 而另外一位创始人Karen Samoyan是前DeepMind的首席研究员 更不用说追随他们而来的接近70名的成员了 那微软这一照呢 无疑意味着仅花了6.5亿美元 就变相掏空了Inflation AI 可以说呢是一次变相的收购 同时呢还规避了收购上潜在的反垄断审查 只能说那得啦真的是高手 那在这次大动作之后呢 Inflation AI还剩一名联合创始人 也是硅谷科技大佬Rate Hoffman 那他是请来了新的CEO Sean White来试图反救公司 虽然有报道称Inflation AI 打算用这6.5亿美元中的部分资金 用1.5比1的价格来回购投资人的股份 保证投资人不亏损 但是毫无疑问啊 失去了这么多顶级人才的Inflation AI 未来的发展让人质疑 而微软的这一次大动作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科技巨头对人才抢夺的决心啊 同时呢也让人们对初创公司能否留得住人才 而捏了一把冷汗 我们刚才也说到大公司下手这么快很准 但是创业公司呢就难了 创业呢是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把最难的事给最快速的推出来 但是AI创业的实质就注定了 这是一场资本的战争 创业公司如何才能够吸引到好的人才呢 就连知名的AI创业公司 Perplexity的CEO Rvind Srinivas都对媒体大吐苦水啊 他说由于资金有限 加上芯片短缺 Perplexity在寻找创建大型语言模型 所需的人才方面遇到了困难 Rvind直接点名马斯克的XAI 说XAI已经成为了 人工智能人才薪酬最高的公司之一 与OpenAI相当 那包括XAI告诉新员工 他们的股票期权与公司估值挂钩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无论Perplexity提供什么样的报价 XAI都能够追上 而且在别人眼里啊 即使是相同的报价 XAI都更加吸引人 因为那毕竟带着马斯克的光环 而且还不仅是钱的问题啊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大公司所拥有的GPU算力 已经成为吸引顶级AI人才 最有力的武器 毕竟呢 在遍地不差钱的一个情况下 能够更快地得到资源做出成果 在如今AI大战中啊 对于这些顶级人才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事 I tried to hire somebody for meta very senior researcher And you know what they said They said Come back to me when you have 10,000 H-100s And you know what 10,000 H-100s is billions of dollars over 5-10 year period Why would I have it And then how do I create it? 而Vind还表示 很难让AI人才 离开他们现在的公司 去加入一家startup 因为之前的公司 已经拥有良好的实验经验 和可供启动的现有模型 所以出售公司必须提供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激励措施和立马可以使用的计算资源 而即使像Perplexity这样的小公司 能够获得英伟达的芯片 他们呢也会继续地落后 因为AI呢实在是发展得太快了 在这场速度竞赛中 科技巨头们永远难以追赶 那以上呢 其实我们主要说的是 生成式AI的顶级人才 那虽然人才市场中 学AI和机器学习的人才并不少 但是生成式AI大模型 是最近几年才风靡的赛道 那Transformer这个论文呢 也是在2017年刚发表的 所以在神经网络的 这个特定AI赛道 真正懂并且能够 引领技术前进的顶级AI人才并不多 Databricks公司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主管 Navin Rao 在谈到那些 从头开始训练过大约模型 或者呢 能够帮助解决AI训练中 有挑战难题的 那比如说幻觉现象的候选人们 那Wing就说 市面上合格的人才 可能就只有几百人 你可能会想说啊 初创公司去跟科技巨头们 抢这几百个人 怎么可能抢得过呢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的初创公司 非常的抢手 让员工觉得 你是很有希望能够跑出来的 也不一定找不到好的人 毕竟在硅谷呢 很多牛人都想去创业 或者加入早期的初创公司 正是因为薪资回报的大部分 并不在于底薪 而是在于股权的翻倍 总部位于硅谷的 AI agent创业公司 Tiny Fish的联合常识人 Kith Jai 也在采访中告诉我们 他们就成功从Meta手里面 挖到了17级别的人才 而这些人才是放弃了大厂的 上百万年新选择加入到他们的初创公司中 我理解应该不只是百万 可能是小二百应该是差不多的 单纯从新编啊什么这些的话 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 只能说 就是它不是一个数价级吧 就是做任何一个startup 都不可能一上来说 我给你开个两百万吧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公司就不用干了 Kith从几百轮面试中 得出来的经验就是啊 能够从大公司的手里面 抢到顶尖人才 有两点比较重要 那么一是创业公司的mission和vision 要足够的吸引人 也就是说 我们说的创业公司 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能否解决社会或者商业中 有意思或者有意义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公司文化 要能得到这些人才的人同 因为这个钱的话 激励啊什么这些东西 在这个阶段下 可能很多时候是大差不差的 就是你不可能说 就是你能match一个大厂的薪资 然后尤其现在这个最近股市 有这么好的情况下 你去match这些东西 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那怎么办呢 大家说你拿期权啊什么这些的 这都很虚的东西了 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前两个 他不相信 他这个期权给多少 其实没有意义嘛 就是废纸一张 废纸都不算 因为你也没纸 那么在硅谷呢 创业被视为勇敢者的游戏 它当然是冒险的 从创立一家公司 到最后成功的退出 包括被收购 或者上市IPO 失败率呢 是超过了90% 但是呢 在这里依然有非常多人 加入创业的浪潮 在AI的这一轮浪潮当中啊 也不例外 硅谷的这轮AI创业 主打的就是快协奏 模型和产品更新快 融资快 估值上涨也快 那么这是让一些明星出售公司 并不是没有机会 与巨头去争抢顶级人才 比如说有一个小伙伴 他就是在一个早期的轮次里面 然后加入了一个 比较发展的特别快的startup 然后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他的package就 expack的可以翻十倍 然后在我看来 就是立刻可以财务自由了 而包括OpenAI Anterobic和XAI 这种初创明星公司啊 有很大一部分 其实是期权的价值 对于AI人才来说呢 其实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 以给出高薪酬知名的OpenAI L5资深工程师级别 总年薪 也就是包括底薪和OpenAI 独特的PPU 加起来中位数呢 已经达到了90.6万美元 那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OpenAI的PPU 全称呢是 Profit Participation Units 利润参与单位 那因为OpenAI的母公司呢 是非盈利机构 套着一个盈利实体的 这样的一个独特架构 并且呢 对投资人和股东呢 是限定了10倍的回报上限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分析过 很多次OpenAI的这个架构设置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翻去看一下前面的视频 所以呢 OpenAI的PPU 这个独特的类似股权激励机制 虽然让员工分享公司 未来的盈利空间 但是呢 也受制于10倍的回报上限 这就是说 来到OpenAI的人才呢 要将PPU转换为现金呢 有两个选择 第一呢 是选择长期持有PPU 直到OpenAI获得可观的利润 来进行10倍的套现 但是按照OpenAI 目前对资金的需求和花销 什么时候能够获利呢 是个巨大的未知数 那第二种更加直接的选择 是提前将他们卖给其他的 VC基金和投资人 卖价就要看当时的市场价格来定了 此外的OpenAI的PPU 还有两年的锁定期 意味着新员工 必须持有两年才能够出售 但现在的OpenAI 为了安抚和激励员工 也已经开展过回购 让员工可以出售PPU套现 而PPU在薪酬总包里面的占比 是相当相当可观的 根据Levels.FYI的数据 我们刚才说OpenAI 5资深工程师平均工资 是90万美元 其中大多数人 每年的基本工资 是在30万美元 而PPU占据了总薪酬的三分之二 只差不多60.4万美元 这也就是说 PPU最终可能给员工 带来顶格10倍的现金报酬 也就是625万美元 那是不是听上去特别美好 但是呢 这里我们要给大家泼喷冷水了 以上我们说的这些百万年薪抢人大战 指的都是顶级AI人才 即使是OpenAI同一级别的L5资深工程师 从事AI和机器学习领域的 就明显比其他方面的高很多 与此同时 往下一级别L4级别的全占软件工程师 基本薪酬能够拿到24.5万美元 但是PPU却少了一半 只有30.4万美元 那总薪酬是在50多万美元的区间 所以大家能够看到 就算加入了OpenAI 不同级别 不同种类工作之间的薪资档位 差距还是挺大的 而加入其他更早期的AI出售公司 一年翻10倍估值呢 也只是个例 并且呢都还是Paper Value 能否变现呢 都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啊 毕竟像Influxion AI Stability AI等等啊 如此星光闪耀的创业公司们 说散就能散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来到给大家泼凉水的环节了 在整个生成室AI大模型的预训练 微调后训练的过程当中啊 有最大需求和最高要求的 就是可以参与预训练的人才 而到了应用层 非AI的工程师也可以完成 我们硅谷101呢 采访了目前在硅谷一家 知名公司的大语言模型领域的工程师 他要求匿名参与采访 也告诉我们 在大语言模型领域啊 每个阶段需要的人才不一样 根据技能和经验的不同 薪资待遇差距呢也非常大 就是从Pretune的model 到后面的application的话 Pretune需要的人才密度是最高的 因为Fintuning的门槛 其实没有那么高 然后后面 如果你直接调用API 做application的 就是现在有很多YC的startup 就是这样做的 然后应该是只需要engineer就可以 就是正常的backhand fronthand engineer就是可以 而AI人才们 更感兴趣的那些明星公司们 比如是OpenAI Anthrobic 就是我们视频前面说到的 能够给出高国待遇 所谓的monster package的 百万年限的公司 对他们想要的人才呢 也是非常的高门槛 如果你是相关领域的PhD 然后你发过Paper 然后你在学术界有一些名气 然后你又对做Pretraining 然后包括后面的Posttraining 这些算法之类的 比较懂 就会非常的被抢 是一些特别厉害的Scientist 他是以一个几个Million的 Celary的高薪 加入一些公司的 就是达到Million级别的年薪 不是一个Million级别 而是几个Million级别的年薪 而现实是 如果不是特别顶级的AI科学家 其实百万高薪和普通AI打工人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那么先后在特斯拉和谷歌 从事过人力资源工作的 硅谷资深人才专家 Tom John博士 就告诉我们硅谷101 人均百万更多是一个传言 如果你这个学生 没有这种三巨头 这种非常光环的加持 所以这些高offer 和他们是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现在这种繁荣 是这种表面的繁荣 网位没有那么多 而且很难申请到 你如果做AI的 你一个三年经验相当于别人五年的 或你一个五年相当于别人十年的 就大概有这么一个优势吧 这种特别高的offer 只有在少数情况才会出现 并不是个常态 总的来说 AI工程师底薪会比普通工程师高一些 信任才主要是靠股票激励 而且在大公司 因为每个级别都有自己的所谓Band 也就是薪酬指导范围 所以同级别的AI工程师 会比软件工程师高 但是也高不了太多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消息源也透露 AI职位在和AI谈薪酬的时候 公司确实能够给到特定Band的最高薪资 多一点现金或者多一点股票 甚至超过Band的范围一点点 也是能够争取的 但是超出太多 就需要副总裁VP级别的高管去特批了 所以一般的AI工程师 也还真的拿不到那样的待遇 大公司这些他们都是有很规范 不会相差太多 比如这个28万这个人非常好 那么经过特批给个30万也有可能 但你说给个50万这就有点离谱了 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除了我们视频前面提到的几家科技巨头 和OpenAI等明星创业公司 很多其他并不是AI赛道的头部玩家的科技公司 他们对AI相关的人才给的 就远没有那么慷慨了 比如说非常多公司招聘帖子就显示 基础薪酬都在30万美元以下 并且给到的股票或者股权都很有限 如果说OpenAI给的基础薪资 比PPU的比值是1比2的话 那一般的公司连1比1都达不到 一般没有1比1 一般很多公司是1比0.25 一般其他的公司可能是30亿万的base 再加一个每一年10万的股票 那比如说LinkedIn公司的资深AI工程师 Senior AI Engineer的职位 底薪就在12.8万美元到21万美元之间 而Levels的FYI上面的数据也显示 这个级别拿到的股票激励 确实不到1比1 此外亚马逊等等公司的情况也非常接近 所以结论就是确实有天价薪酬的个例 忠诚的AI人才也是吃香的 但是远没有达到人均百万薪酬的行业 谣言那么夸张了 但是确实这样的行业传闻 让不少国际公司来硅谷这边挖人才的时候 也是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情况 但国际公司不知道怎么去判定什么是最顶级的AI人才 也是出现了指认标签的一个情况 什么才是AI的高级人才 这个定义是谁来定义 因为目前大家都是明明乎乎都不太懂 所以这些人都把你身上有标签的 就是有OpenAI的标签 有Google的标签 有这个三巨头的学生 把菲菲老师的学生 吴安达老师的学生 如果没有这个标签呢 就不是人才吗 就无法识别了现在 而国际公司来硅谷挖人 给出吸引人的薪酬是远远不够的 即使目前有亚洲公司 直接给出100万美元的现金薪酬包 注意啊 直接是把股权变现的 这个全现金的百万薪酬包 即使是这样也很难挖到顶级人才 他可能会去开一个mission的package 去挖任何OpenAI的人 大家都不去 毕竟你去了啥人都没有 你可能要去去build这个东西 你可能会想跟一些 比较懂的人一起work 这个是很难单打独地做出来的 无论如何呢 要做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对抢人的科技公司 还是被抢的AI人才来说 如果生成式AI技术和产业 做不出来推不下去 那么现在所有的这些估值数据 都是虚幻的泡沫 2024年年终的硅谷 正在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 科技公司们的裁员潮并没有结束 但是AI人才呢 却面临短缺和争夺 这被称为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措施恐惧症 而FOMO情绪呢 是双向的 对于人力市场来说啊 此前大批转码的工程师们 目前一边担心AI在不久之后 将开始夺走他们的工作 一面呢 又对AI出场公司 一年翻几倍的估值 羡慕不已 对于科技公司们来说啊 不仅仅是硅谷的科技巨头 连传统公司呢 也是纷纷入局囤积人才 从博尔玛到宝洁 再到埃森哲 都是希望吸引最优秀 最聪明的AI人才 加入他们公司 2023年前八个月 招聘网站Indeed上面 与生成士人工智能 相关的招聘数量增加了四倍 当然啊 就如我们所强调的 根据公司还有职位 还有资深程度的不同 薪酬差距非常大 虽然看起来 各大公司砸的钱 投入的资源呢 已经是令人折舌 但是毫无疑问 AI的热潮还在归谷持续 在马斯克削减新车产能 投资的关键时刻 特斯拉仅今年就花费了 100亿美元 来加强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 马斯克甚至还发帖称 任何公司的支出 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 而且效率不高 就无法竞争 而Meta在发布了 寄人的财报之后 扎克伯格宣布继续All-in AI Meta全年资本 开支从300亿到370亿美元 上调到350亿到400亿美元 以建设数据中心来支持AI业务 谷歌预计2024年 每个季度的资本支出 都在120亿美元以上 全年同比至少49%增长 以保持在AI基础设施方面的 领先地位 微软决定扩大AI投资规模 本季度资本支出140亿美元 预计下个季度资本支出 环比大幅度增长 而在这样的公式下 AI之战将会继续 而对于最顶尖的AI人才来说 或许薪资已经不是 他们最看重的了 他们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事 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就像OpenAI的创始成员之一 Andre Kapafi 从OpenAI跳去特斯拉 又从特斯拉跳回OpenAI 而最近又从OpenAI离职 自己出来单干 又比如说OpenAI的 技术灵魂人物 Ilya Suskev 在OpenAI的董事会冲突之后 因为理念和CEO Sam Altman 不和而最终辞职 而跟随他辞职的 还有不少OpenAI的人才 他们会重新开启什么样的事业 会想做什么样的事儿 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 那这就是这期 《贵谷102》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记得大家关注我们 不要错过我们之后的更新哦 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 都是支持我们《贵谷101》 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 最佳动力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Bye Bye Bye